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看到了这边一只主要是神抽的一个被刺还是比较关键的 把场面完全掌控住了 本来那回和说不定得子都在隐藏了 他神抽被刺就直接解干净了 对好这边是萨满 术士 法师和骑士 差不多两边的职业 差不多两边互读 还是更凶一点 为什么都喜欢用骑士呢 感觉前面几天的比赛中骑士还是算是背锅最多的职业吧 背锅职业像什么 不过背锅职业现在很多啊 像什么萨满道德也背锅职业 好像就法师不太背锅 法师术士这两个比较稳 剩下的两个位置 基本上都是个人爱好往上填 对 现在大环境还是比较稳定 这边被搬掉了萨满和战士 战士又一次被搬了 战士就上一次是放出来了 他搬了一个奴隶战 可能是他这边打奴隶战是稍微吃脸 对 感觉萨满现在算是一个 不是一个非必要去搬掉的一个职业了 萨满的话 其实就是萨满这种东西 自己天然会奔的 只要凑得不顺自己就会奔 也不用他去管他 对 现在不管是中速萨还是打脸萨 已经被关了多少盘了 就疯狂被关 好这边起手背刺加军7 好厉害啊 这边起手全换吧 起手全换没一张想留的 找一点一费的 其实这个火焰 火焰杂杀者 可以考虑留 可留可不留吧 他想换的话就是要找去找那些小鬼 嗯 没心意去找那些小鬼 来了 还不错可以 除了火窗之外这三张牌都非常不错 都非常不错 贼那边的牌也不错呀 那起手要双鬼拍门了 双鬼拍门 往他脸上先一丢 对面带你转个刀 转个刀 然后忍一下 被刺下回合打被刺军7 转个刀可以砍一下 对可以砍一下 诶 诶 呃 刺骨不太好 因为你这地方刺骨去打的伤害跟砍一下是一样的 对还不如去 转个刀 是啊你刺骨的话 后面你万一摸一张什么四一代发呢 那你其实选择很多 刺骨一般是手上牌特别差的时候 那刺骨把那个练血小骨一解 出于无奈才会这么解 我觉得可以不砍这一刀 当然砍也可以 砍呗 因为砍完抽 对面有可能下回会出一个什么 呃 发疯村民啊 这种东西 那你第二刀可能还能砍下去 嗯 我想 刺骨的话真的不好的 刺骨的话那你三费 你被刺军7 你往哪戳呢 因为本身的话 有可能被刺军7是戳得很舒服 你这样反而不舒服了呀 这就很伤了 这就很不舒服了 你本来被刺军7 军7面对的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蓝胖 对吧 蓝胖是几击血 跟我军7有什么关系 对这样的话一个被刺军7 你其实相当于浪费了两点伤害啊 对而且这个蓝胖来说 就是如果是抢结尼的话 一个叫嚣 不管是三血还是一血都是一样的 是呀你面对军7的时候 蓝胖击血是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 然后这样的话 你可能会只能走脸 走脸的话感觉更不好 走脸更纯啊 他这地方打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会这么打呢 因为你其实转刀 你虽然看着挺纯 但是你转刀也是要废的 你后面不一定有空去转这个把刀 那这个军7A一下也可以 那就A一下呗 A还是要A的 对的 那这边可能会选择一个恐狼加这个 恐狼加蓝胖 蓝胖 因为没得选择 如果有个叫嚣的话可以完美解掉这个军7 没叫嚣也没什么好办法 你先放着呗 放下他可能在想这一下要不要撞 这下应该不会撞吧 撞的话还是有可能 怎么说 感觉 因为他四飞回合 你转刀的话来截我 其实我也能接受的 我直接打隐藏进去 这样打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挺好的 对 既保住了这个3E 然后又可以解掉对面的恐狼 飞刀 飞刀还不错 但是我可能会先隐藏 我觉得比起隐藏 我可能会多一血会留着 因为你先隐藏的话可以少掉一血嘛 对 这只是用来打连击而已 看这刀能不能飞中了 完键 这刀飞中 哎哎 完键 这个事情 这就很尴尬了 四育带发 看蓝龙四育带发刀扇有没有 蓝龙先过呗 过着无所谓 摸不到什么东西 四育带发 待会配紫蓝总是能配的 不用担心这种事情 对的 先过来再说呗 过装被刺 过装什么四育带发 都嫌 真身也不错 对啊 无所谓嘛 这都不影响 奋斗卫士来了 吵一口 烈焰小鬼加奋斗卫士 可以 飞一张刀 先飞一刀看一下 先飞一刀看一下 然后再 再飞一刀 说不定还能拳起 我觉得可以先撞 先撞一下 先撞的话就是想拳起 这就很尴尬 应该是先撞 他可能是在想 如果飞到必蓝龙的话 说不定他只解一个 我只能这么帮他解释了 其实他就先把二送掉 然后再飞到 如果飞到蓝龙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蓝龙解掉 对啊 如果飞不到的话 就走脸呗 是这个道理 这样的话等于说浪费了一点输出 不一定是浪费一点输出 说不定影响很大 对就最差的情况就是浪费一点输出 哎呦这个来的稍微有些不太舒服 那可以选择 紫罗兰先转刀打四季代发毒药 可以紫罗兰转刀 然后就过了 然后下回合加击生毒药 然后说不定四季代发过长 别的法术 这样会好一些 我觉得 这样的话就是 先打四季代发毒药的话 就是可以保证你的场面 场面会稳固一点 但是后续会差一点 对加击生的话就是可以抓很多牌 然后后面呢就抓到对四什么的 因为你这一轮 其实你看我们直接就少打一张 主要是少打一个少几个愤动位是不是 其实场也不是特别糟糕 那你现在会和加击生就可以强势反场 好 这边非常的卡手 动物园这边已经 感觉已经血奔了 这怎么办呢 现在我在想 为什么动物园一定要带哥莫克这张牌 我觉得哥莫克你想 但是可以带 但是哥莫克火车网上海巨人 这三个东西 你自要权衡好 他的比例 基本上就塞一张 或者加起来塞一张 我现在觉得这个哥莫克是 我宁可带黑铁 也不想带哥莫克 哥莫克这东西 不就是上下性差 才有东西 他加击生 他看见 裸拍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黑铁的话 就是稳定的加二攻 然后像哥莫克的话 不稳定的四攻 对不是 关键他占了四个场面的话 对 已经很优势了 然后就没必要去 把这个优势扩大得很厉害 其实黑铁就够可以了 对于动物园来说 其实你有四个已经很厉害 对 这边解一解 随便解一解 然后 随便解一解就完事了 对 可以保留一下碧亚龙 碧亚龙还是非常有必要留对吧 对面背道也是交了 反正正面也就解不掉 你得解在上回就解 该解不掉 这回还解不掉 没了呀 好消筐首领 那消筐首领阿古斯 没有翻版手段 对 没有小鬼爆破你怎么办 动物园现在的问题就是没办法翻场 一旦没有反 一旦没有场面就没有翻场 而且他没有网羽 以前你没有场面也没有消筐爆破 所以我可以硬上两个蜘蛛弹 下回就再翻 但这回合现在就不行 现在没有场就是没有场 现在就是网羽生物被削弱了一番 基本上感觉动物园的 只能是靠高质量随从去 高质量随从前期强行战场 战场完了之后斩杀就只能这样 也是没有办法 这边这个狗鸡这个贼连走了 就是上一盘也是非常走动物园 他这把被制军机真的是摸得极好 这边是鱼刃期对抗这边的动物园 鱼刃期吸收也还不错 那这边的话有战略品有奉献 前期不注意太卡手了两张战略品 我感觉这个动物园构筑的 怎么说呢 感觉他有点偏 他还有海巨人 这简直卡手 格莫克和海巨人一起带的时候 你就会检验到什么叫卡手的感觉 而且还有火车王 真的卡手 那火焰打脸者了 来吧 看看他到底会不会打脸 他那个表情应该是打脸 表情还是很酷 我就知道是打脸者 火焰杂脸者 果然浪不虚传 戳了一下 这魔的还不错 看看有没有AC 基本上是解不掉的 好吧 城管是什么鬼吗 末日吧 城管都不如领军啊 对啊 城管肯定不如领军啊 我觉得末日挺好啊 对面两点闯攻 要解你个末日一张利贷还不够 还要什么孔狼利贷 对 很难的 先撞吧 先撞去 实在不行 你先撞着看看呗 对啊 先撞看一下 先撞看一下呗 你总不能两个打脸吧 两个打脸是不是有点 你总不能两个打脸吧 那肯定先过牌吧 对不对 打路时你不知道怎么打出 怎么排出法 对不对 对 这个 还是先过牌吧 是啊 你先过牌总是没错的 怎么能全打脸 他不能上领军全打脸吧 你这么高烈的 也可以吧 打算下回合打风险 不呀 那海巨人怎么办 这种事情该逢还是要逢啊 我们打牌要讲道理 那这样的话就上海巨人 这个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打呢 好奇怪啊 没事 海巨人不慌啊 还有这个 城管的 还有城管 你办法不出来不是更好吗 主要是因为你整体的卡组 跟打脸没有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 那就肯定是选择结场呗 而且正好抽了个末日 你要对得起发牌员 那还是说上海巨人好一点吧 上阿格斯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赚的 阿格斯不太好 这地方就一加三呗 一加三上挺好呀 他这边也不管了 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这地方结 这地方结也行不结也行吧 他应该是觉得反正奉献就奉献吧 奉献我拦不住 对 那这边城管加 没什么 没怎样什么了 领军可以考虑踢一下 为什么总觉得要先过牌呀 21去撞一下24去过牌呀 不呀 他要是过牌 他算什么就过了呀 这还是要走脸吗 我不知道 你不要问我 他可能觉得两个21撞个23很亏 现在他撞24就不亏了 他觉得可以接受了 哦 他大概心里有个判断标准 我只能这么想了 听起来很有道理 我也舒服了 那这边 嗯 这边还是不太舒服啊 我用不 哎 嗯 这么打也行吧 我刚刚可能 也行吧 也行吧 但是下午 我刚刚打 嗯 这边的话 这个场面 压两个末日怎么样 我想一想 可以 我觉得可以 挺好的 强行去压一波场 然后要个先手 但是好像手牌的话 也不是很 很需求这个先手 那反正先压这边 那让对方攻势减缓总是可以的 对 主要是这个 夜色真语言还是压力非常大的 呃 这地方应该是 哎呦 我们看看啊 能不能解 呃 夜色真语言这回合长不到特别变态的 除非 除非能到叫嚣 哥莫克的话 其实只能打 哥莫克不行 哥莫克不行 只能解掉一个 我在想那个 那个叫什么 好像也不行 也不行 好像过叫嚣也不行 应该是解不掉的 不然同学过叫嚣 你差一费 如果是 他结合是七费 说不定就可以解了 有叫嚣加利贷可以解 是没有任何办法 的确是解不掉 那就抽一口吧 那只能抽一口了 总不能把场面丢给他吧 抽一口你说不定抽到个炼金呢 他想哥莫克去打脸吗 哥莫克打脸太愚蠢了 那还 那你呀 先抽一口呀 是不是 他的想怎么解 一直在算 不能解啊 别看了 解不了 别看了 已经把你看好了 抽一口呗 说不定真的是 真的是炼金 哎 恐龙 恐龙不行 不行 解不了 别看了 走脸 走脸 应该已经算得很清楚了 因为这地方说实话 你能抢的出来伤害 只有是铜虚 摊贩 然后过叫嚣 但是叫嚣跟历代 其实是一样的 那就还是解不掉 这边可能可以选择上一个 我觉得可以 炼术是不上吧 真的不上 哎 别上呀 这为什么要是很炼术是 我觉得可以掏个宝剑 掏个宝剑 赚个宝剑 赚个宝剑挺好的 因为炼术是奉献 这边解起来特别舒服 哎 为什么 可以解各种复杂的怪 哎 为什么不选择铜虚家 不知道 你不要问我 我并不懂 这个铜虚这边肯定是要上呀 他想找一个伊费的 然后跟阿克斯架起来 但是我觉得还是铜虚 还是铜虚好 一定是铜虚好呀 多赚一张卡不是更好吗 多拿一个伊费卡 简直是厉害 灵魂火感觉还不错 呃 魂火吧 他这个牌只能拿魂火 其他两个都太差了 蓝胖现在已经 哎 你现在的 这 这是 这是为什么呢 我服了 呃 想一想要不要交奉献啊 这边想一想 啊 那就不太想交奉献了 这 看到科多兽突然不想交奉献 可能 全手的压力比较大吧 有可能吧 对 呃 想一想到底交不了 还是交的吧 交的吧 还是交的吧 科多兽踩起来不舒服 对 舒服的 舒服的话就踩了 这地方只能踩孔囊好了 有点蠢 交方先转个报告吧 感觉这把骑士也是很稳定 主要是动员这边实在是卡手啊 对一直在 卡的一顿一顿 全是功能牌 对一直被压着节奏走啊 苦啊 所以说我感觉他带的这个后期牌带的太多了 像海巨人和这个功能牌 一堆功能牌 哎 那为什么不上这个 哦 他不他不想站那个 哎 哎 哎 这又是为什么 为什么不双架呢 不不双架 我可以可以想得通 不双你双架 被那个严肃是该支持 但是你夜夜小鬼得上呀 因为不上赢不了 该上还是要上 嗯 对啊 那些你这个场面实在是太弱了 实在是太弱了 那没办法 那掉血就掉血呗 这也没办法呀 那这边撞了 然后一一解掉 然后上科德 再撞个报告 科德惨了 再撞个报告 跟我一样 手上虽然牌也不怎么地 但是有张宝剑 已经可以保证 很长一段时间的事情 哦 强行就站不上 这 那我发现这个 狗鸡这个选手特别爱战场 他打什么 这些都强行战场 怎么战场怎么来 但这样也可以吧 也可以吧 打动员这个思路倒也不错 主要是对面棋手 左边这几张牌一直没有出 感觉不是历代 就是红火之类的斩杀牌 很慌啊 对 现在会发现 这边是啥都没有 好 加起来一个哥莫克 这个55超准 还是有点厉害 看这边能撤到什么 领军 领军不错呀 那就宝剑领军 下回后我实在不行招两个领军呗 也是一回事 对 可以宝剑砍了这个24 然后两个随从去换掉这个55 哇 好那么亏啊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吧 也行 反正场面也OK 要不然应该怎么解呢 怎么也解都不舒服 除了这种方式 只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跟你说那样 一种就是砍5533撞了 然后35撞一下24 那这样感觉还是不转啊 感觉有可能出问题的 有可能会被怼死 这倒是真的 那就解干净吧 解干净上个领军下回合 反正要么就回血 要么就王者归来呗 对 先解掉再说 解了呗 反正对面手上牌也不多 领军总是要上的对吧 领军上啊 上完了 赚个报告 其实场面还是在自己这边的 毕竟手上有宝剑 他想法是向侯直接开王者归来了 所以先把血量稳住 不 但是你就算稳不住 你向侯可以加血呀 这就是何必 虽然说向侯多数是要快王者归来 这个倒是真的 他这边练义小鬼打算一直不上吗 那为什么不上一回 那为什么不上啊 前面上 我也是服 这个选手的价格非常大 那就开个王者归来 把孔狼一解呗 又来一张加血 他走远 他不知道这边 没有那个冲锋雨 没有冲锋雨 没事 莫荒莫荒莫荒 别 他这边手上有8点伤害 8点伤害 哎呀这个 10点伤害 10点伤害 再抽火车王 有没有机会 火车王差一伤 差一伤 哎哎 呃 他夹的东西跟我想的也不太一样 好吧 为什么不先抽呢 也还行吧 那把这个 把地带丢了 算了 也不是件坏是吧 也可以 不我觉得 你可以先抽啊 然后怎么 先抽 然后再再看情况啊 这个也是比较 说得过去的大方 好 来了 一堆领军 这个领军怎么解 这个领军要命了 是个问题 这个领军要命了 抽一个 啊 这个没有用 解不掉 被四个领军 蹬死了 那可以跑了 这个肯定解不掉 不用看24点怎么解 呃 这讲道理不是24点 但是 但是也是非常多了 但是非常多 也解不掉 那这样的话 这边的鱼人棋也走掉了 感觉下边的这个选手可以 心态有点奔 调整一下心态吧 这样的话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先换套卡组 我们先不要看这个闹性的动物园了 对 这个动物园感觉够入起来还是 有点瘫的 就后期牌太多 他加入成盾的功能牌 对 像这个 哥莫克 这个海巨人 啊 都会比较后期的 都是比较 比较卡手的东西 对 一直 作为一个动物园 你一直被对方疯狂的战场 真是苦啊 我继续 我不服 好 这边打脸撒对这种动物园 先手的话 叫消 可以留 可以留 好吧 飞刀和 虚空行者还不错 这边在想闪电剑要不要留 我觉得闪电剑是可以留的 闪电剑 后手有 有火焰照消水 闪电剑可留可不留 实话我肯定一秒就留了 闪电剑的话可能会思考一下 毕竟 毕竟占一费 好 这边直接西空行者 看看有没有一费的随从啊 那只要闪电剑加硬币解了这个 对 下火还能叫消 对 叫消可以解这个飞刀 还不错 这边最好来一个李奶奶 或者是这个 哦好吧 最好来一个这个黑市摊贩啊 其实这边丑牌也还可以 因为他三费四费都是满费 满费出东西来也是比较好 还不错 这边 小狗手脸还可以 有没有注意到两边选手打败速度开始突然变快 节奏性跟不上 这边可以石化武器加上 石化武器加火焰打脸这个 看能不能打中这个出来的意义 打不打得中都是这么打啊 先不管先解了呗 你总不能小击手怼脸吧 现在怼脸有点太早 对 还是先把场面 场面稳住 然后477负责怼脸 这个才是 比较靠谱的 解一解被火焰打脸者 说不定就能把对面给怼死了 解一解下火477费用很顺 对 总不能上银色骑手冲一冲啊 不太好 银色骑手冲一冲啊 太愚蠢了 会被这个小鬼手领单刷的 对 因为你手上 因为你这地方火焰打脸 出来挺好 而且你又没锤子 你说你有锤子 你想一想 我觉得合理 没锤子 没锤子为这地方 实话还是用来解吧 好 2016年 暴雪江天华 现场门票 已在于在那个网易考拉和暴雪天猫旗舰店限量发售了 与全球的暴雪玩家一起庆祝暴雪25周年 一起诸为炉石兴剑 然后风暴魔兽电子竞技全球总决赛 当初嘉年华门票发售的时候 我在想 能不能拆旅和机票一起啊 我去 因为其实去嘉年华最大的阻碍是拆旅 飞机机票占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头 对的 真是贵 因为嘉年华的票本身是很便宜的 哦 这边真的没有选择上这个石化吗 嗯 这边可以考虑 炼金 不不 叫嚣吧 直接叫嚣吧 呃 不对 叫嚣解不叫 叫嚣不舒服 炼金利贷啊 炼金利贷好花啊 炼金利贷也可以 但是 那你那怎么办呢 总要抽一口吧 抽一口呗 因为炼金利贷唯一的好处是跟他抽一口 你不然 我觉得可以打这个 叫嚣力贷吧 叫嚣力贷 叫嚣力贷把那个二一 哎 你干嘛 这 还捐两个呀 这也可以吧 这样 也行吧 这个只能说在战场上是最好的一个打法 这样是战场上说最好的 而且但是伤害虽然说去 但是你炼金就没有没有作用了 你炼金要炼两次 炼回去又炼回来 对 哎呀这个 这个萨蛮 哎呦这个有点尴尬 为什么他萨蛮 我觉得说不定那回合始化不及要出事 真要出事 对至少他这个关键是小伟手里你不解的话 其实他就会产生更多的小鬼 对啊 小鬼手里是一张可以单刷你的牌 然后你说怎么办嘛 一个 都是一一 你又解不掉 萨蛮又解不掉一一 对啊 没有办法触底啊 就虽说你带了一个元素毁灭吧 但是 但是被你换了 对的 那他现在其实打成这样已经没有结场这个选项了 上火焰打脸者 然后什么闪电剑开始怼脸吧 就等着抽石化武器了 划山一条道 你说这手上石化武器 闪电剑熔烟爆裂 你能怎么办吗 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没什么选项了呀 他其实完全可以去节播场 然后靠这个477提死的 对 我觉得要靠477提死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 闪电剑 哎 他点错了 他点自己了 哦 哦 我看他点的就是自己 好 花式投降 什么鬼 花式一波投降 哎 你来那波石化不解真的是雪崩啊 嗯 就是为什么呢 他可能想我是石化自己 然后解掉他的通虚 然后闪电剑 一波闪电剑 然后就崩了 然后他就闪电剑自己 感觉两边选手都非常紧张啊 我觉得打这种比赛的话 怎么说呢 先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才是最主要的 是啊 其实很多选手都是赛前紧张 打比赛的时候还是冷静 但是打比赛的时候紧张 那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 所以说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说 职业选手和平民玩家来说 差距可能就是 最大的差距就是心态 是 首先你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心理状态才可以 是 因为选手打比赛打的多 其实已经习惯了 对 就比如说 就举个例子嘛 洛基当时刚打比赛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沉着冷静 然后他也能走到现在的这个 中欧冠军这个地步 嗯 是 你看 SING的这个其实是带那个海巷人骑士的 这张牌真的是 除了刚出的时候 我后面就是非常少见 是的 这边感觉可以留85 但是平等我觉得是一定要留的 平等 先手的话 我觉得是平等和宝剑当中留一个 不能全留 但是我觉得 后手我会全留 先手留一个 看你喜欢哪装 但是一定要留一张 不能全画 我觉得就是平等是一定要留的 宝剑是可以选择不留的 嗯 诶 末日还可以 会胡呀 全画画到末日 末日简直是天狐必备的东西 打脸萨的话 其实解一波场是很关键的 是啊 没有平等的话 你很难去清一波场的 好 这边上一个三四的 然后直接 呃 不 要看他摊不摊 摊嘛小兄弟 摊嘛 不要摊吧 不摊就直接上 这个没有必要摊吧 好 上吧 呃 他的手牌其实除了这张末日以外 其他牌都异常的卡手 对 只有一个天性磕头的combo 那就打下脸 过了 现在过了呗 那怎么办 好 宝剑也来了 会抽啊 转个报告 下回宝剑抄起来 厉害啊 诶 诶 罗尚好吗 罗尚也可以吧 压一手狼魂 呃 你 你这个不能因为自己有天性 就这么看不起奥尔多呀 奥尔多会生气的 是的 那怎么办呢 这边好像确实是给对面压力 压狼魂的确是压到了 但是我觉得 既然对方这么打 棋手冲脸吧 对吧 对 这是一个合理的打发 对方这么打你压狼魂 太坑爹了 那只能提武器 可以选择不解 呃 不解的话就是想着下回踩 解了吧解了吧 3E对面也挺恶心 对 对面只要没有火焰打脸者 这3E对面还真不好解 嗯 可以打一发解锁 但是 但是不需要 解锁 上477吧 477 然后下回合 呃 解锁狼魂还可以挺好的 对 锤子先不着急上吧 你想借个火吗 哎光罗斯 但是这些都比较后期的 有点卡手啊这段 对 这段你会解的那还是 还是 谦虚还是要叫的 要不然掉血量还是比较多的 下回合打算磕多 就是磕多这种时候多数才不到的 对吗 不太会给你这个机会 那这边就解锁狼魂呗 对 解锁狼魂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解锁到那个先祖知识 你只能解锁一点点 并不能全解 关键是 你现在这个场面是比较重要的 是啊 但是解锁狼魂有一个问题就是锤子抄不起来 这个比较难受 但是不着急吧 感觉先把场面稳住吧 先还是解锁狼魂吧 锤子等会再说吧 你没有场面的话 你光靠锤子输出是不够的呀 一定不够 我很负责告诉你不够 我曾经打一个奶季 敲完了两把锤子没敲死 对的 一定要有场面 还是需要点场面的 狼魂肯定是要上的 狼魂上了 好这边解锁 看看科多吧 看看科多的表现 要不要去掉个错误答案吗 我觉得应该先看 不是 他想他想踩中三二 二三的 因为一六其实放在那 就放在那吧 但是三五可以是二三的 三五支不掉一六呀 无所谓了 我不管你这个这个东西 好吧 好先先过牌吧 先过牌 还是一个问题 下方还是提表锤 能提 能提 硬提 那你就强行提锤子 然后不去解这个科多了 那也可以吧 他还有一种打法 要下回再上个477 我觉得他这回合 其实可以选择 稍微的去 我感觉这回严肃是要上的 要上 后面两回合 你肯定没空放严肃肃 绝对没有空 你不是佛丁就是罗伏 根本没空打这个严肃肃 上了吧 你后面两回合之内 一定是没空上这东西的 好再上个477 我这个这个伤害好高啊 会不会选择闪电剑解一手 解一手吧 全解 上477一定是闪电剑解了 对手里伤害这么高的话 你这边只有两种打法 一种是锤子敲脸 全部都不管 一种就是上了解 解完之后下回锤子 然后再慢慢 还是解了更晚一些吧 下回合好像费用也是够提锤子的 够提够提 尔佐斯来了 他怎么还有尔佐斯 这套牌 这个为什么 他想到对面会有严肃式平等吗 这 我觉得还要解了 不是 不管是不是严肃式平等 这个肯定是要解的 不然对面单平等就能解掉你了 跟严肃式平等解你是两个概念 完全不一样 对 好这边可以提锤子了 提锤 然后变身 这个1可以选择不解了 就走脸了 这个是可以选择不解 你有怪还是要解一解 对 那先上个伏丁 先上伏丁 先挡伤害 挡上他再回血 对 这边还有一个墙 那这个墙也是非常多 现在萨满带沉默的比较少 这个伏丁会成一个大问题 哎呦 严肃毁灭 可以选择先撞个图腾 再去摇 这样 或者是A一下 A一下 A一下打毁灭 好吧 他选择先留一手毁灭 可能会要打一发这个熔岩爆裂 火冲射箭 火冲吧 射箭吗 火冲射箭 火冲射箭其实都还行 呃 但我觉得不管选哪个 基本上走远了 火冲可以省两点血 这一刀 这一刀 看过去这是 这是痛 这是两刀啊 这是痛 待会还得来一刀 他不想 不想解 那这样的话 直接浮丁踢脸 然后上光罗斯 哪一口 严肃射丢了 全上了全上了 可是这干嘛 浮丁一定要踢脸 不要让自己的掉血 不要掉血 让罗斯精准的奶到自己 那这样的话 好像是没有任何翻翻脸了 今天赚你走运 这个毁灭也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啊 哎 有没有机会 毁灭的话 呃 10 20不够 不够 不够不够不 赶紧打 对这点一顿吹 呃 好像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机会的 他下一转如果是 不对 他过点过得太厉害了 好像没有任何机会 他要先阻过 不对 他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被罗斯轮死了 这边就哗是死 没办法 对 拿不住了 这边恩主思仔七也跑掉了 看来萨满真的是一个非常悲锅的职业 软育 这不是非班鸡选的牌吗 非班鸡选 其实现在四个职业里面带个萨满是为了让别人扑 对面扑萨满可以可以可以计划通 但是现在已经知道了 萨满不那么厉害了 就不扑了 就先不扑了 不扑就血扑了 不扑发现萨满走不掉 对 这个事情真是苦 那这样双方战成了2比2 就到了决胜局了 我觉得双方选手心态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因为主要一边是让二的 一边在追的 这个时候情况不太一样 好 第三盘这边是火药法对阵这位打脸萨 骑手来说还是 看看萨满一费有没有天使 没有 手机还是比较弱 这边法师只要来一点随从 好好冲可也不错 这个场面这个牌已经非常不错了 已经非常好了 因为你这边来法律龙巫师学徒 或者活三个当中任何一张都非常好 哇 右手第一张法律龙 厉害 那这边肯定会先压一个这个图屯魔像 肯定是先压图屯魔像 然后被一个 是一个法强凹冲 直接冲没了 可无 这日子过得好苦 感觉这波有点崩 一波奔 只能上石化解一个 都解了吧 对 石化解锁解一个 都得解 都得解 都得解其实还好 他四费这东西 他现在解锁石化解了呗 好像可以上这个477了 先别急啊兄弟 他忍不住要挂冰箱了 这是为啥 总感觉他们两个人 都好急啊 哎你看火腰来了 这肯定上火腰啊 对吧 呃 别急别急真的兄弟 我们心态稳定一点 卧槽打得极快 卧槽 对这个 真的 秒打 看已经进入天梯模式了 我发现已经进入天梯模式 我觉得天梯的话也不用这么着急 急得要死 快打快打 还不错 那这样的话节奏已经稳下来了 这可我感觉要崩了 这关键火腰解不掉 火腰怎么办 火腰的话只能自信法伤 然后闪电剑 好像是这样 开狼魂我感觉是挺难 挺难赢的吧 开狼魂的话 也行吧 开狼魂的确挺难 自信法伤吗 自信法伤 一样一 没有用 那这样的话崩了呀 花式本 那就 双火腰号带 先不打 他不打不知道 反正对面一个也解不掉 难道两个你就能解了 下回合就带你飞了 下回合我不知道我打多少点 反正你场上肯定留不下东西 这个我知道 提锤子的话能解一个 但是只能解这地方不能打脸 这血线差太多 没有打脸的选项 只能解 但是你这么卖血的话 你也离死不远了 那没办法呀 我要准备解吧 苦 在这边 我刮刮冰箱你都要爆炸了 先上一个无视学图 无视学图 冰箱 奥弹 火通 奥弹也打出去吧 就打了就打伤害了 对把伤害先打 我这边随便摸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就没了 只剩七血了 一个火球又可以带走了 谁说抽个什么东西 抽个宝典也行 而且这场面是这两个东西 你还得处理呢 是啊 这场面这点东西 打你个三点血 四点血不过分吧 好 可以双解 只能双解了呀 咱们要死了 关键是这边还有三十血 打脸刹对阵三十血 怎么说 哎呦 火药不解 火药不解 吃个胡辣 再吃一发胡辣 叫肖肯定丢上来了吧 叫肖肯定吧 吃一发胡辣 下回合 下回合 寒冰剑死吧 寒冰剑死了 带走 这波极快 好吧 那这样恭喜 这边反穿三啊 反穿三 获得了下一次赛资格 很酷 很酷 萨马国安穿了一个背锅职业 尤其是打脸萨 感觉打脸萨 到底怎么回事 有点伤了 疯狂背锅 嗯 那怎么办 这下 已经跑了 直接跑了 嗯 那恭喜这边的 进 嗯 嗯 好像是这么多 嗯 成功翻盘 成功翻盘 带自己 自己精神快被自己的动物园搞崩溃的情况 对面也被自己的萨马给搞崩 感觉这个打脸萨不管是打脸他还是中速萨吧 感觉都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 就是打一些独流职业特别难打 比如说动物园和火药法 你怼着怼着 就打火药法就是特别明显 你一旦站不住场一秒半 你抢你还抢不过他 互相伤害你打不过 对的 怎么办了 所以说现在萨马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牌了 萨马 嗯 一开始说大家研究不透彻 他打多有经验了 发现好助理了 那行 恭喜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出现的人员 XHOPE ZIN还有CR已经成功晋级 然后EFUTURE的狗鸡还有半条命 要打接下来的晋级赛 好明天还是会有D组的比赛 是Night God还有李博还有豆小姐 对 明天还是同样的非常精彩 对还是6点钟 对 然后等一下还有一个赛后采访 然后我们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靠近温暖的炉石 听我来讲的故事 沉寂千年的恶魔在无边黑暗中复活 邪恶力量熄灭希望之火 他们的声音充满剧毒 听上一句 就将万劫不复 随你闭门祷告 随你祈求哀嚎 这致命的诅咒 无人能逃 哦 快搓搓温暖的炉石 这只是一个故事 上古之神的故事 哈哈哈哈哈哈 威斯坦 侦测到入侵者 好了 Zina 我带领守望先锋奋奋战了二十年 人们曾经视我为英雄 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美好而短暂 人们认为没有我们 他们的生活会更好 他们甚至把我们当作罪犯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摧毁了我们这个大家庭 风云再度变换 是时候做出选择了 但是你们看看 现在必须有人站出来 我们必须站出来 找到什么了 找到什么了 又能倒弹了吗 亲爱的 没那么容易 威斯坦 我们可以再次改变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我们 你们来不来 好的欢迎回来 这边是由滚滚为您带来的赛后采访 好 你这边也是先恭喜你夺得了下集赛的资格 你这边也是打的比较不容易 也是让外追三 特别辛苦 是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动物园 其实就是打的比较惨 起手特别不顺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动物园当中 其实带了比较多的比如说格莫克火车王还有海巨人 带了比较多的这种功能类的牌 你有没有觉得在构装当中就打的过程当中 打的会比较卡手 但是我带了特别多的衣费 然后我特别搬了对面的战士 然后AOE比较少 怪比较不会被清掉 不是这样认为的 那其实这 这就是 其实打的比赛就 对面萨满奔 然后你动物园奔 两边都是过得很苦 对对对 就我也没想到可以关注对面的那个萨满 是是是 对 你在最后 你在那个0比1落后的时候 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 我操 我特别不想去加赛 加赛特别麻烦 是 就等一等 也是这样子稳定下心态打一打 对 因为其实这次进级的话就直接进级了 然后不进级的话 还要在后天过来打加赛 是还是比较辛苦 特别辛苦 对 那你这样子进级之后 对后面比赛有什么打算吗 我不太懂 后面再看看 就看看 看看分组呗 看看有没有什么针对的方法 没有 就看看这一点点牌 就看什么拿的顺手 就拿什么打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好 然后我想想 嗯 那么 其实我 那个 对峰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你在那边0比1落后 对面一把闪电剑 打里面两个多秀 这是很神奇的 我感觉从那刻好像就 局势好像逆转 他自己把胜利让给我 但是我觉得那一把 如果他闪电剑不打 我觉得我优势也蛮大的 是是其实 其实不太影响 他本来应该是要开始化的 就然后点 点成了闪电剑 只要那把他没有LE 我就觉得是 是对局势不是很影响 好了那么 今天采访就到这里 那么明天的话还是 准时六点还是 还是这边的比赛 会为大家带来敌主的比赛 明天六点不见不散 靠近温暖的炉石 听我来讲的故事 沉寂千年的恶魔在无边黑暗中复活 邪恶力量熄灭希望之火 他们的声音充满剧毒 听上一句 就将万劫不复 随你闭门祷告 随你祈求哀嚎 这致命的诅咒 无人能逃 快搓搓温暖的炉石 这只是一个故事 上古之神的故事 可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Piece by piece he restores my faith That a man can